3月12日 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证监会主席雷天良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证监会在未来将有进一步更深的合作 继续推动国家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 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发展非常关注 也有高的期望 我们两个证监会将会继续加强我们的互动联系 并且稳步推进各项合作措施的落实 以实现我们两地资本市场的共同稳定和发展 随着两个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 两地的证监会在联合打击市场违规 和金融欺诈活动方面 我们大家的监管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也都是我们监管合作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将会继续攀手提升我们市场的质素 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雷天良在本次会议上建议 加强两地市场资本合作 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他认为发展绿色金融体系是国家重要的战略 但是由于制度和基础建设的差异 国家和国际金融完全接轨 尚需继续努力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可以充分发挥这个桥梁和扭大的作用 和内地攀手合作 抓住这个机遇 共同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的立定 增强我们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领域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 两地的证监机构也应该加强联系 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和ESG ESG就是经济社会管治 这方面的投资 绿色金融的标准化 绿色金融产品的研究分析 绿色金融理念的培训 和教育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中国内地科创板开板的定层设计和政策构建 日前基本完成 市场认为将对香港在争取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股方面 带来竞争 对此雷天良认为 出台科创板属于国家的金融改革 有利于促进国家市场的发展 丰富更多产品 国家的金融市场继续扩大的时候 其实香港的份额也应该会继续扩大 亦有与港澳大湾区的考虑 我们在很多方面 还有很多发展机遇 我们要做好自身的工作 我相信机会一定有 感谢您的工作 很想念 明天可义